每时家庭去泉州旅屋 一天都吃了什么 早上9点吃厚层面线糊 是泉州最具代表性的小吃之一 可以自己选择要加什么料 超级推荐醋肉和卤大肠 10点到中楼西街继续逛吃 买了无需的手工麻糍 是芋泥口味的 里面还有脆脆的馅料 11点喝了四果汤 也就是石花糕 仙草和四种水果 中午12点打卡开园寺 买了一盒腌水果和一杯甘蔗水 1点到春歌铁板烧吃烧烤 和新加坡的烧烤店相比 这里的选择也太丰富了吧 你们一定要试这个白果 油炸后糯唧唧的特别好吃 2点随便选了一家吃炸醋肉 还买了炸纸菜 炸到金黄酥脆非常香 所以还买了一个炸芋头 结果这个就太油太甜了 不好吃 3点到花巷吃下午茶 顾名思义 它是一个被花包围的巷子 到处都有花的身影 抬头看八角巨型花灯 流光溢彩璀璨如画 4点吃煎饼果汁 有点像crip 里面包了生菜火腿肠和薄脆 5点吃金丝牛肉饼 外脆里嫩还很多汁 傍晚6点到斯丹姜母鸭吃晚餐 点了菜单上的所有菜 两锅干香可口的姜母鸭 因为一锅根本不够吃 还有一盘笋干 一盘烫生菜 和一锅冬瓜酥肉丸子汤 7点吃了正宗的土笋洞 是要沾着醋一起吃的 冰冰凉凉 为这天画下完美的句号 正好